地震過後不少家戶水塔嚴重受損 負責載運水電材料的司機表示 一個小時就載了二十幾顆水塔出去 工廠量根本無法應付龐大需求 想要調貨卻又因為梳花公路重創 大型車輛無法直接下來花蓮 只可以靠南部運輸 加上水電供沒有這麼多 導致事發到現在過了一個星期了 不少民眾還在排隊等候修繕水塔 好好一個水塔卻因為地震被壓扁 甚至好幾個腳也扭曲變形 無法站立 方言望去同樣慘烈的還不止一個 403大地震後花蓮水塔受損嚴重 事發都過了一個星期 卻還是有不少災民生活大受影響 買一個一萬二 1.5噸的 有沒有比以前貴 感覺有 那師傅好不好叫 師傅不是很好叫 就是找認識的那個友情幫忙 那最近就是地震到現在 你是不是都很忙 當然很忙啊 都在裝水塔 有 有的是管子 現在沒有水塔買 我們就直接供水了 直接用聯通用家機 暫時先有水 水電公司求助修繕電話 即可不停 但除了缺工人維修 想安裝也因為工廠水塔量嚴重不足 緊急調貨卻又碰上俗化公路重創 大型車輛無法直接從東部下來花蓮仰賴南部運輸 等候時間也只能再拉長 我們公司一個小時就賣了二十幾個 然後都賣光光 都賣光光 就賣到沒有庫存 只能從南部那邊調貨上來這樣子 對 不然北部那邊都中斷了 沒辦法 沒辦法走 北部的路已經貪方了 那大車需要運送過來的時間 需要時間 所以需要從南部這邊走上來 花蓮雪塔缺很大數量損失有待統計 為了協助民眾恢復家園 縣府野政研究比照九一八地震 希望用善款補助民眾購買水塔 九一八當例子 一般生活在修繕的部分是五千 那在水塔的部分因應物價的部分 有調高到一萬塊 那我們現在還是希望就是說 民眾能夠踴躍來捐款 面對龐大缺口 縣府所剩善款有限 就盼社會大眾多多幫忙 好讓花蓮災民們早日重建家園 記者黃教維 徐立芹 姚家庭 參觀報導